大家好,我是小琪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蕾丝金鹿花 蕾丝金鹿花也叫做巧克力金鹿花 它开出来的花是蓝颜色的,非常的个性 而且有一种巧克力的香味 所以叫做巧克力金鹿花 它开花也是非常漂亮的,而且花量比较大 但是呢,好多人想去摘培 我们的蕾丝金鹿花的棒棒糖怎么去摘培呢 小琪变成的这一颗就是棒棒糖形状的 而且主干非常的粗 可以长到拇指粗 也就是直径的话,大约在两公分了 这是怎么摘培的呢 很简单 因为我们买到的蕾丝金鹿花都是一盆多颗 或者是枝条非常的细 长得侧芽非常多的那种 为的是让它开花开得漂亮 这种的,我们买到以后 首先要做的是 最好去给它换一个大盆 换完盆以后,它看着长开了 证明它的根系长好了 然后呢,我们只需要把它的枝条压到花盆以下 也就是跟月级一样,采用压枝的方法 压下去以后,只要根系发达 它底部就会快速地往外去长出一个笋芽来 这个枝条是非常粗的 长出来的笋芽,记住,一直不要给它打顶 这个笋芽会一直长高一直长高 我们只需要把它杆子上 底部长出来的侧芽全部给它抹掉 让它一直长这一根杆子 最后长到我们想要的高度了 我们直接把上边的多余的给它剪掉 这样它会快速地就去长出多个侧芽来 侧芽长出来以后呢 我们再去给它打顶修剪 保证这整个上部的头变得非常的大,非常的丰满 到时候直接让它开花的时候 就会开出一个棒棒糖形状的了 这就是它的培育方法 我们只需要一年的时间 买到以后按照这种方法去栽培 就能够快速地去形成 但是呢,要记住哈 我们并不是让它开花 我们去让它快速地长出 这个时候肥料要选对 盆子的表面要给它撒点多加色的缓式肥料 浇灌的话要用花多多10号 一个月最少给它两到三次浓度别高了 盘土土表干了 即使它给它浇透水 建造冲突作光照 这样它就能够快速地生长 在您家中就会快速地形成一个棒棒糖形状的 您现在学会了吗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 别忘了关转一下,期